俄羅斯最大規模旅展 莫斯科旅展最近開幕 台灣館有超過10家企業參加 攤位和規模創下新高 展區以沙灘查文化為主要意象 讓遠在北國的俄羅斯人 感受寶島熱帶風情 這是近幾年 台灣觀光界 組的一個最大的團 到莫斯科來參加旅展 也把台灣的美景 美食 溫暖的天氣跟溫暖的人情味 介紹給俄羅斯的朋友 台灣近年積極開發 俄羅斯觀光市場 除了5月即將開辦 台北和海聲威的直航 去年9月起 也針對俄國民眾 事辦14天免簽措施 都有助俄籍旅客 赴台觀光詢問度 全14天免簽措施 他們不必須提供 任何更新的資訊 這很興奮我們的客人 去年整年的俄羅斯市場的成長 平均大概成長了超過20% 特別今年的元月份 比去年的元月份 更成長了58% 所以我們也感受到非常的興奮 為了趁勢打開台灣在俄國的知名度 公共局近期將建置俄語榜網站和旅遊app 邀請更多俄國旅遊業者 媒體和部落客來台彩線 宣傳報導形 警隊 這 我 我們 是 這 你 感谢观看